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男子被封印五百年 来到现代的故事,田羽智 妖魔们被关在天庭 只要狄仙吹神笛,吹满三千日夜 就可以镇压妖怪的魔性 但天牢的门却因为三位神官的失误提前打开了 妖怪们的魔性被唤醒,吸收进了神笛 而狄仙被妖魔打伤掉落人间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三个神仙只好自己下凡去除药卫盗 还找到了大道士话坛帮忙 一番寻找后,他们发现了神笛的踪迹 神笛在一个叫田羽智的小道士身上 这个田羽智生性十分顽劣 凭着自己挥一点法术 便扮成玉皇戏弄皇帝 大闹宫殿一番后,就酸进了一幅画里 骑着一头驴,悠哉悠哉地走远了 皇帝勃然大怒,下令全国缉拿田羽智 一个大官看上了一个小寡妇 花钱让田羽智将小寡妇接走 恰好,寡妇的父母觉得寡妇会给家门摸黑 所以雇了山贼来杀她 田羽智就这样误打误撞地救下了她 但田羽智自己却看上了小寡妇 于是便用一个老妇人用来糊弄那个大人 谁知那个大人突然变成了一只大耗子 耗子精抢走了田羽智身上的笛子 吹奏笛子召唤出一只兔子精 幸好田羽智及时夺回笛子 田羽智带着小寡妇回山上后不久 花坛就带着三个神仙追着笛子而来 田羽智的师父却怀疑花坛是妖怪 妖怪最显眼的标记就是血,是绿色的 花坛画了自己一刀表明身份 为了保险,师父将神敌一分为二 这样也可以阻止妖怪继续被召唤出来 晚上,田羽智送小寡妇回家 还教训了小寡妇的家人一番 谁知回来后,师父已经遭遇意外 神敌的另一半也被话坛抢走 话坛陷害是田羽智杀死自己师父抢走的笛子 三个笨神仙居然还相信了 将田羽智封印进了一幅画里 但被吸进画里的同时 田羽智将神敌也带了进去 就这样过了五百年到了现代社会 三个神仙解开封印 将田羽智放了出来 原来这五百年间,妖魔一直围惑人间 话坛早已不在人世 三个笨神仙根本就搞不定那些妖怪 所以这才放他出来收妖 但为了防止田羽智逃跑 他们在他脚上加了一根链子 田羽智被封印太久 法术十灵十不灵 法宝还不在身边 根本打不过妖怪 要对付妖怪 只能拿出神敌和法宝 但法宝和田羽智不在同一幅画里 他们只好赶过去找封印法宝的话 拿到法宝的田羽智 果然如虎添翼 很快就搞定了妖怪们 却意外让他们逃跑了 田羽智去追时被一辆车撞倒 车上有个和五百年前的小寡妇 长得一样的女孩 因为妖怪们被大伤元器 几个神仙又准备将田羽智收回画里 田羽智从一个展示古董的LED大屏幕钻了进去 在那里他看到了各种古董名画和大把的钱 钱上面有张合照 画坛也在里面 等找到青铜剑砍断了脚链后 田羽智就去找照片里的人 问到了画坛的信息 原来画坛根本就没死 他只是在等待神敌重建天日那天 画坛利用小寡妇想当明星的心理 迷惑了小寡妇 让他引田羽智进了自己的圈套 就在田羽智和画坛打得半死的时候 坐在一旁的小寡妇却在镜子里看到了敌仙 一瞬间清醒过来 吓得从高楼掉下 田羽智原本可以用最后一张符咒杀死画坛 却用他去救了小寡妇 这下没了符咒法宝 田羽智轻松地就被画坛炸了 画坛将两节笛子交给三个神仙 三个笨神仙将神笛修好后 还想把他给画坛 就在这时 田羽智从水里复活过来 开挂一样 不用符咒 伸手也变得无比敏捷 他抢走神笛 带着小寡妇逃进了虚空的平行世界 画坛和几个神仙也跟着进去 在那里 他们来了一场终极之战 田羽智被画坛打倒在地 画坛捡起神笛就开始召唤妖怪 小寡妇却无意识变出桃花枝 插在了画坛腰部 原来小寡妇就是敌仙 只是因为遗落人间不见的一切 画坛被大伤元气 田羽智乘胜追击打倒了他 最后画坛被三个小神仙 封印在了一幅画里 而田羽智和小寡妇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吧 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